九合一大選倒數不到20天了 我們今天要帶您來看到的是新竹縣 我們要聚焦政見的交鋒 前日縣長楊文科除了要拼憲政 還提出四高一低的政見 想要延續執政版圖 除了規劃新竹輕軌 無人駕駛科技公車 試圖要改善新竹的交通問題 更希望建立一廂一特色的公園 而民進黨推出的周江傑 他年僅41歲 主打城鄉共好 推出了山前線路網 期盼用交通建設來縮短城鄉的差距 那這回縣長之爭 還有三名五黨籍候選人 范振奎 黃秀龍 還有劉富蘭 我們帶您來看新竹縣的選戰政見交鋒 群山環繞 伊山傍海 客家大縣新竹 因為科技業蓬勃發展 成了全國人口移入最高的縣市 新竹縣57萬人口有將近21萬人都居住在竹北市 這臨近新竹科學園區加上附近舊油高鐵站十分便利 因此許多科技新貴都看準這裡未來的商機來置產買房 房價也因此水漲船高 以前均價大概都二十幾嘛 那五六年前我們還很多人會戲稱竹北是空城嘛 均價都來到四十五到七十幾萬 除了房價 竹北民眾賺的也很驚人 一百零九年國民平均所得竹北市以一百四十九點五萬 排名全國第一 全國前二十富有的村裡 竹北也佔據一半 放眼望去高樓大廈林立 房子一棟接著一棟蓋 預售物一出更是迅速一掃而空 不過民眾在休閒娛樂上似乎跟不上城市發展 事實上我們繳了這麼多的稅 並沒有反應在我們的生活品質上面 比較大型的公園也沒有什麼 讓孩子可以比較親近的設施 然後如果說是罐頭郵居的話 也是小朋友太多了擠破頭 很容易在公園裡面發生一些衝突 李小姐就住在竹北最精華的地區 新竹高鐵站旁 約有兩個國小孩子的她 每到假日卻不知道該去哪六小孩 就連想跟先生約個會 想看電影還得跑去新竹市 這問題縣長候選人們有解嗎 我們的頭前夕的北岸 也就是讓它打造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運動的環境 那我們也打造共榮式的特色公園 我的證件也是要每一鄉鎮一座 至少要一座 所以因為有工程師 讓我們更是對我們新竹縣的 這個整個的運動設施 讓我們重新思考 你想在球場公司那種吶喊 那就是可以得到很大的釋放 在體育館玩起互動遊戲 人稱安西教練的現任縣長楊文科 要推動全民體育風潮 帶起新竹人的熱血 支持在地球隊 楊文科除了要推動一鄉一公園 還要興建體育館 讓大小朋友假日可以去運動 而對手也端出牛肉 我要先處理現在盤點已經可以使用 作為風雨球場的這個空間 我要優先來設置 這個風雨球場它也某種程度可以透過 不僅僅是遮風避雨的一個概念 它現在可以加入美學的概念 這沒有問題啊 我們要把這個休閒設施能夠集中化 然後好好的管理它 比如說在高鐵旁邊 我們就有一個很好的運動的空間 我未來希望它能夠成為一個 運動的森林公園 客家部主任出身的周江傑 代表民進黨披上戰袍 平時積極和基層里長開會 傾聽民眾新生的他 一樣提出體育政見比拼 不過除了生活品質 交通問題也是新竹縣的一大考驗 同樣在新竹縣換個場景 來到第三大鄉鎮湖口 交通便利度卻大打折扣 我們公車班是很少 可能就是要一兩個小時才有一班 然後站點很少 像我家附近這邊都沒有公車站 高鐵站如果搭大眾運輸的話 大概要花兩倍的時間 就大概要一個多小時 社會新鮮人戴小姐畢業後 回到老家新竹縣 一週也有兩天要到台北上課進修 但她的住家附近 最近的公車站也要走路二十分鐘 平常只能騎車或開車出門 因為大家都沒有大眾運輸可以搭 所以大家都一定要騎車或是開車出門 所以你在可能要買飯的時候 就會超級難停車 因為很多車 所以就會 我覺得這是很麻煩的一個點 竹北市有室內公車 但其他十二鄉鎮民眾運輸路網 卻還不完善 周香杰就提出城鄉共好新新竹的口號 希望透過交通建設縮短城鄉差距 這個山前線其實是一個大眾運輸的工具 那其實它是一個綠色運具的概念 發展的方向其實都有各式各樣的可能性 期待能夠縮短我們城鄉之間的差距 各個鄉鎮如果開始去做這樣子的 公車的路網的規劃 就參考竹北市室內公車的路網路線 除了山前線路網規劃 可以提供輕軌或是高架道路使用 周香杰還提出公車網普及計畫 而陽溫科想延續執政版圖 如果順利連任 將推行全新竹線的U-bike2.0 以及竹北市無人駕駛公車計畫 還有新竹輕軌藍線規劃 預計會連接整個陶竹地區 我們第一個要跟新竹市的路網規劃 它是紅線 我們是藍線 我們的關東橋這邊 竹中這邊 要接到我們的六家高鐵 然後經過我們的光明六路 再回到新竹火車站 所以我們的路網規劃不只是竹北 那我們跟鄰近的 我們的瓊林 新埔 新豐 福口 還有寶山鄉 竹中鎮 我們也預作了一些路網的規劃 支持者用力揮舞旗字 用掌聲和音量表達對楊文科的支持 縣長選舉這一帳 他提出四高一低的目標 期望打造就業高 所得高 潛入高 教育程度高 以及失業率低的新竹縣 一大早站在路口和民眾揮手打招呼 41歲的周江傑對戰現任縣長 喊出似要意有 交通要便利 產業要智慧 文教要優質 福利要充足以及生活有品質 但這場新竹縣長之爭 還有三位武黨籍候選人 范振奎 黃秀龍和劉富蘭參戰 想頒倒現任縣長 五人都卯足全力提出政見 想改變這座城市 就看新竹縣民怎麼選擇未來的領導人 還是新聞葉宇娜 江玉文 莊明憲 新竹專題報導